它是树坛琵琶,而且没有玻璃,它是手指 是啊,素来都是横坛琵琶,还没有经过有人树坛琵琶打 目前,八五花重新杀回国偶圈,人手一部国偶剧式要重铸昔日辉煌 九零花人才吉吉,也是以迪丽热巴和杨子为首地在国偶剧中打转 九五花属于后起之秀,虽说流量格局尚未形成,但都是些背靠资本的资源卡 然而,在这三代的小花们打得火热时,00后的小花们已经开始敲咪咪地冒头了 他们也手持国偶剧加入了这场比赛 谁赢谁输一时间还真不好说 可以说,娱乐圈捕获的速度真的超快 像今年就有许多有前置的小花冒出头来 比如艾米,在少年歌行中饰演华锦,在长风度中饰演印红 在云之雨中饰演云雀,在未有暗香来中饰演千纸 由于形象多变,饰演配角的剧也都是爆款剧 所以艾米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然而,你敢信她是2008年的姑娘,现在不过才15岁 比如包尚恩 凭借着一部浮化到精致的小成本精品网剧《花招秋月夜》杀出重围 此后,因为多次捆绑穆婷婷营营销,获得了不小的曝光度和关注度 她今年的资源也很不错 在《妙手》中饰演冷月寒,在《庄腔启示录》中饰演林新兹 在电影《拯救嫌疑人》中饰演梁新院 凭借着频率极高的刷脸,被不少观众熟知 然而,她今年不过才21岁 目前,《00后小花》虽是出出茅庐 但无论是资源还是运气,显然都是杠杠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位,赵金脉、孙珍妮、向寒芝 网影录四人才是一个Lego上的竞争选手 赵金脉正在拍的国偶剧是杜华年 合作演员是《九五花》御用男主张灵鹤 杜华年的原著作者是《近江头部签约》作者莫书白 爆款剧《长风度》就出自她手 结果显而易见,《长风度》不仅成功上新洋八次黄金档 还斩获了极为出色的网播成绩 因此,杜华年只要改编得当,迎面是很大的 男主张灵鹤有丰富的古装剧参演经验 既高大挺拔,眉目如画 又有较高知名度,甘作二番 所以,其在该剧中的表现令人十分期待 女主赵金脉对于角色的塑造也很厉害 若使张灵鹤和赵金脉二人在该剧中有较好的CP感 对于该剧的播出效果是极为有利的 赵金脉的演技,成熟又老练 无论是台词还是仪态,都是极好的 在乃格文学盛行的《同期小花》中 赵金脉的优势很突出 就是没有充足的原始流量积累 除了拍戏以外,本人也十分低调 没有恋情绯闻也不营销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总被同期小花碾压 团队对赵金脉的长久发展肉眼可见的不用心 在如今这样的环境下 单靠作品维持流量和热度是不现实的 所以赵金脉要是想要走流量花的路子 第一步就是需要重新组建一个专业成熟的团队 虽说赵金脉此前已经凭借着开端广受关注 成为了大部分观众买股的流量花 但作品断档后热度也变难以为继 如今赵金脉的存货中最具爆向的就是和吴磊的在暴雪时分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趋于年轻化 编剧导演也都是有爆款制作经验的成熟制片人 合作对象吴磊在偶像剧中的性张力满满 对看剧观众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想必借着待剧赵金脉的流量和热度也可以再上一层楼 孙真妮的《走红之路》非常顺畅 凭借着在《长月静明》中饰演的小狐狸一角而成功火出圈 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剧中的孙真妮胶原蛋白感满满 小狐狸一身红衣 灵气十足 圈粉无数 其在该剧中的多次同框都秒杀女主和女二 成了唯一不搞批图诈骗的真美人 孙真妮凭借在《长月静明》中的经验表现一举飞升 如今正在拍的剧是刘宁制片人的《千朵桃花仪式开》 该剧刚开机时因为装造丑被多方网友炮轰 后来释出的路透中果然有所改善 加之制片人刘宁也是有过爆款古偶剧制作经验的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明白当代观众最爱看的是什么 该剧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已经塌房的陈木池 好在他戏份不多 在宣传的时候不带他也便没什么大的影响 孙真妮的搭档是张彬彬 也是身高腿长 苏感爆棚的大帅哥 国偶剧找对男主便可以事半功倍 少去许多繁琐的程序 向寒之是《三里屯姐妹团》中的一员 出道第一部剧就是女主剧 因为笑容甜美至欲 气质也很好 所以当时这部校园甜宠剧的热度还不错 向寒之也因为这部剧成功进入观众视野 此后三年里 他又相继出演了七部影视剧 要不是女主角 要不是戏份吃重 人设讨喜的女配角 合作对象要么是得意双心的前辈演员 要么是当下话题度极高的大流量 当然让他知名度在上一层楼的 还是和吴磊的恋情绯闻 或是因为当时的吴磊正在播剧 和赵露丝组成的《无路可逃》 CP也正在营业过程中 所以 关于向寒之和吴磊的恋情绯闻 愈演愈烈 吴磊微信中模糊的聊天头像 究竟是狗还是女朋友 每每出现在热搜上 都能引起网友热议 虽说向寒之在这件事情中多次被骂 但被骂也是一种流量和热度不适 目前向寒之正在拍的国偶剧 是仙台有数 是在白静廷剧演 原定女主跑路的简陋 但对他这样的咖位而言 仍然是一次较好的机会 合作对象是新近流量邓维 这部剧是向寒之第一次演正经的古偶剧 也是非常令人期待 况且 合作邓维能让向寒之凭借这部剧 被更多观众认识 所以 该剧对于向寒之的意义非同一般 网影录凭着今年的艺人之下成功启示 得到了无数网友的喜爱和支持 因为其正在拍的现于男主是陈飞宇 所以班底是很不错的 加上陈飞宇在播剧时 很舍得营销 所以网影录可能在剧播时 也会沾到不少光 如今00后 小花人手一部古偶剧 至于谁能够拔得头筹 还真不好说 安乐传花魁一武倾城 陈飞宇新剧在被惊艳 像宋祖儿和赵丽颖 虽然这几年仙侠剧已经烂大街 风平是一年不如一年 被吐槽套路话严重 毫无新意 评分也不高 尽管如此 依然有不少仙侠类型的小说影视画 也有不少流量小生花去拍仙侠剧 目前就有好几部仙侠剧正在拍摄中 邓维 向寒之主演的仙台有树 张彬彬 孙真妮主演的千树桃花仪式开 白鹿 敖瑞鹏主演的白月范兴 宋威龙 拘敬一二搭的千香饮 还有陈飞宇 王颖鹿主演的献鱼 看来明年又会有不少仙侠剧了 电视剧《献鱼》改编自浮华的小说《向师祖献上贤鱼》 讲述了暴躁师祖司马娇与贤鱼仙子廖婷燕闯立三界的故事 司马娇在多年前 被一位高僧欲知 他的未来满是血腥杀戮 但亏见过一线生机 所以给他留下一枚佛珠 希望他对生灵有慈心 能将杀心归藏 后来 被逼上梁山的廖婷燕接受挑战 两手用力直接扯断了红线木珠 依靠贤鱼的本能降服了司马娇 成为改变他的人 也成为了黎民苍生的生机 从此 廖婷燕开始了引导大魔头向善的任务 陈飞宇扮演庚臣仙府的大魔头师祖司马娇 王颖露扮演贤鱼仙子廖婷燕 陈飞宇作为新二代 出道这几年拍的影视剧 基本都是众星捧月的待遇 资源确实让人羡慕 也交出了像江夜 点燃我 温暖你 等代表作 王颖露也是上升势头 正猛的玲玲花 出道三年 拍了大量影视剧 今年在一人之下 扮演冯宝宝一角 开始为她带来了不少人气和关注度 把宝姐的灵动 可爱 很好的诠释出来了 也很适合现于燕燕这种奇奇怪怪 可可爱爱的角色 男女主都是零零后 这两位一起演仙侠剧 倒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组合 而且 这个故事男女主的戏份相当多 但小说影视化后 都难逃大刀阔斧的修改 这部剧才开机不久 拍摄中不断有新人进组 女二号就因为长得漂亮引起了网友注意 看起来有点眼熟 没想到竟然是《安乐传》中气质冷艳的女杀手琳琅 换个造型和妆容 完全认不出了 感觉差别好大 琳琅的扮演者叫王毅婷 也是一位零零后女星 今年22岁 2017年 王毅婷参加了第十届全国职业舞蹈大赛 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金奖 并且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 以专业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舞蹈专业 别看年龄小 却已经出道五年了 五年前就出演芸汐传出道 之后又和居静一合作过两次 在《如意芳妃》和《嘉南传》都有她的身影 还参演了《北陵少年志之大主宰》 《画江湖之幻世门生》 《治愈戏恋人》等剧 直到今年《安乐传》的播出 凭借剧中精彩表现获得广泛关注 王毅婷在《安乐传》扮演的琳琅 是个复杂多面的角色 既是林香楼的花魁 又一个身怀绝技的女杀手 既要表现出舞姬的妩媚动人 还要展示出女杀手的冷酷绝绝 本来就是学舞蹈出身的 剧中的舞蹈戏份 简直是她的拿手好戏 一副花魁装扮亮相 琳琅乘着圆环而来 舞姿轻悦 顶着剧众的发包 依然能做高难度动作 她的舞蹈和那些白白样子的舞蹈戏 有着天壤之别 当真一舞倾城 这种沉鱼洛艳的登场 才配得上一句来自女主角的真心称赞 如今王毅婷在现于扮演叶如玲 身着浅蓝色长裙 外披一件浅紫色长衫 批发造型搭配满头金灿灿的发饰 这造型像极了 长月静明 白露扮演的夜西雾的造型 不知是不是妆容原因 看起来又像宋祖儿 又像赵丽颖 只是仙侠剧的设定都差不多 观众早已审美疲劳 要想出圈 着实不易 而明年又有这么多仙侠剧 这不要想突围 更是难上加难 给大家看看